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登上在国际间非常重要的篇幅 甚至在台湾各大媒体当中的头版头的消息 美国即将可能会进行这个台海军演 时间就在这一次大选之前 11月24号大选之前 如果是这样的国际情势这么发展的话 台湾你的选择是什么 而美国为什么罕见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台湾面临到一个非常险峻的情势 国际党帮派在南北两地 甚至都转台湾 透过了空战 陆战 全面介入台湾的这次大选 过去这段时间你知道 张安乐 白狼力挺的是柯文哲 现在最近的消息 竹联邦的大佬 要担任国民党的新北市长的候选人 侯友宜的顾问 侯友宜的顾问叫做竹联邦的刘震南 正是他 对他你应该不陌生 陈其底的出便当中的福官八大佬之一 正是他 他现在在变成未来只有可能会认算 我们的未来新北市长侯友宜 现在邀请他担任他的首席顾问 你知道在2014的新北市 当时的选举的重要的一个场合 那虽然挨子弹的是连胜文 他是当时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可是在新北永和的国小里头 连胜文遭到枪击 当时呢 以这个徒手来制服马面的 正式画面当中 即将要成为 就是侯友宜 他的竞选顾问的竹联邦的堂主 列为侯友宜的顾问 帮派斗殴的角色 同步也来看的是 昨天特地从这个台式新闻部 调出1993年5月7号 两派的人马 各自出动的千人 在立法院 从立委斗欧 一直打到场外 韩国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当然非常诡谴的是 即使超乎党派利益 一切是以台湾人民利益为优先 就是Gottman来到台湾之后呢 所呈现的公权力 到底想不想了解真相 总统府的说法是不乐见 无端的指控 蓝院长说 他依然希望相信的是柯文哲 非常好 新台湾加油 我们本足以超乎党派的利益 要的其实就是真相 要的就是世世代代的子孙 不要背负着万国公罪 要的就是台湾不要沦违 中国活摘 另外一个帮凶 那么府院公开的谈话背后 柯文哲能够适宜吗 我们稍后拿到一个非常惊悚的画面 为你独家还原 这是柯文哲在2014当选之后 他会见了一个关键性的人士 这个人士我们取得的关键性的画面 在国际的会议当中 他是怎么被围堵的 倒数七州中国所成功扶植的候选人 真的会当选 会决定台湾的命运吗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从我左手边为你介绍起 昨天他大骂柯文哲 根本是一个政治郎中 他今天怎么看这个情势发展 自称道道地地的白色力量 正是他五党级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李希坤 李教授 老师晚安 小姐好 大家好 好 昨天有人在政论节目当中大骂 李教授旁边的人叫做烂货 他是知名作家吴祥辉 祥辉哥 这次邀请到Garteman来到台湾 目前为止的情势的发展 到底目的何在 来 知名作家吴祥辉大哥 也波容来到我们现场 祥辉大哥 晚安 嗨 大家好 在这个最前线当中 昨天为我们揭露民众提供给我们的 在2008的4月24号到26号 在吴喜医院的这一场研讨会 柯文哲跟这些国际通缉的黑名单的医师 同框了 人群律师童文勋告诉我们的 吓死人 这些里头进行活摘的树木 竟然有一位医师 他从供体当中进行器官移植的平均年龄 26.8岁 为什么 平均的供体 器官移植甚至涉及到活摘 平均年龄 为什么这么轻 今天 童律师继续帮我们进行解读 来 童律师晚安 大家好 包括国会观察机器人导师 姚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两度跟我们进行连线 今天已经来到摄影棚 中山医学大学教授 从医学伦理 从台湾面临到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势 戴正德老师带来他的观点 戴老师晚安 大家好 平安 谢谢戴老师 提出良心两个字 台湾人谁被活摘了 这是资深媒体人杨宣红 大家好 欢迎山医夫 大家好 来 观人朋友 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看 刚刚你看到我一个标题 中国黑包介入这次大选 所以美国决定出众手了吗 美国看到台湾面临什么样的形势 先来看一下警戒出身 过去是警政署长的侯友宜 到底跟谁侯友宜 因为这个周末 在中俄当地的议员成立 联合竞选总部当中 进选顾问团的副团长刘正南 是前竹联邦的大佬 难道黑白一家亲吗 难道台北市被认为 两岸一家亲的背后 是两岸器官一家亲吗 新白痴是怎样 黑白一家亲吗 来看这个大现场 不过妈妈刚买的菜头 转头送给侯友宜 销个市场满载而归 周末侯友宜在中和和议员 还有联合竞选总部要开张 不过 顾问团名单当中 副团长这位刘正南 居然是黑到背景 那你自己该认识吗 刚才讲是谁啊 侯友宜是真傻还是装傻 错号扣袍 错号扣袍 竹联邦的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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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帮过联盛文当名单 我没有办过他 记者提示侯友宜总算恢复记忆 妙答我没办过他 这位刘正南就是2010年 联盛文枪击案 英勇夺枪的神秘男子 和来营地方明代有交情 但他曾经可是警方头痛人物 错号扣袍 竹联邦爱堂第一代堂主 80年代 疫情专案任职台北市行大的 侯友宜主力扫黑 刘正南在疫情专案被抓入狱 但侯探长从政 却找黑道当竞选顾问 各地区的分区总部 他聘证谁当会员会 或是谁当顾问 我们都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两个人黑道勾结 这已经是庆祝难输了 还记得上一次 侯友宜在台东 牵手疫情专案 被提报流氓的张国舟 果育的一个市长 也是我第一次见面的 切割两人只是偶遇 这回在早前竹联邦大佬 刘正南当顾问团副团长 侯友宜撇得一干二净的反应 也已经见怪不怪 好了请教详绘哥 这个是亲中媒体 包括央视力挺的柯文哲 真的有可能可以当选 今天黑帮也要介入大选吗 所以台湾真的可能会沦陷吗 来 怎么看一下这个态势 今年的选举因为候选人本身 或是说两个党的大党的党中央 他们看的都只是 什么地方要赢 什么地方可能会赢 什么地方可能输 他们想的是习次 所以他们到现在 我们看不到他们讲过一句 能够描绘今年的选举的氛围 跟他在历史性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OK 第一个就是说 今年的选举 对国外的形势 就是台湾加美国 拿中国 对抗中国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情势 这个话我不是今天才讲 三个月前我就讲了 第二个是国内的情势 国内的情势就是 新生的力量 要跟当年的 迫害台湾人的 的那个势力 做一个大对决 非常清楚 你看拉高到这个高度来看 你才看得懂 今年的选举对台湾的重要性在哪里 姚文志对上了谁 丁守中 全家从英老北开始 都滚的 这是当年镇压台湾 当年巩固 蒋家王朝政权的 新北市是谁 苏贞昌 美丽岛辩护律师 对上谁 对上这个 抓郑南荣的人 他不止抓郑南荣 OK 你再往下看 台中 卢秀苑因为 过去的风度都觉得不错嘛 他在很低调 可是他也是军事之后 卢秀芳已经多几个年代了 很多耶 有东森 有中天 有台市 对啊 他们也是军事之后 高雄呢 韩国瑜 你看他在当立华人那种行径 你看他的背后 出生眷春的啊 那不是说出生眷春的就不好 而是说 他就是那个背景 所以今年的选举 是很清楚的 其实同样的概念 我在三个月前已经讲了 对内就是台湾人要跟当年迫害台湾人的后代 做一个决战 你可以讲的很温和 换了彭律师来讲 他可能就讲的很温和 我只是把他讲的清楚一点 他的本质就是这样 他的本质就是这样 你蔡英文 你无多意 你抓到这个本质没有 你看到这个本质都没有 对外 就是美国跟台湾 开始要台面上 要紧紧结合为一 要面对中国的崛起 没有人 没人吃饭太多了 打仗是一个多可怕的事情 不管任何战争 不管任何形式 它会影响到很多很多嘛 很多很多城面 没有人想要打仗 谁想要打贸易战 连贸易战里面都不想打了 但又动不了 可是我希望 我们大家理解一件事情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 它不是突然决定的 它只是表现的方式可能不同 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举一个比较不相干的例子说 当你看到电脑的时候 那已经是军队用了四五十年之后 你看到了电脑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川普这样做 不要以为那是川普自己的想法而已 他有任何大的动作 众院不用通过吗 参院不用通过吗 美国是两院制的 是真正的两院制 你所有的决议 参院通过了 不算 送到众议院来 众议院通过了才算数 同样的你众议院的案子 你通过了不算数 还要再送到参院来 两个 两院都通过了 还通过了 所以美国这样的一个策略 整个要对付中国这样的一个策略 至少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了 至少已经进行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最新的情势 非常谢谢祥慧大哥 从短短的几分当中 告诉我们现在国际的最新情势 到底谁试图要改变现状 台湾在这一场选举 为什么空前出现 许许多多所没有的个氛围 美国的相关的军型单位 尤其是以川普为首 那他们是不是意识到 这个险峻的情势 所以中国时报做到了头版 不只是它 在各大报 虽然在国际媒体当中 来告诉大家 美国寄出台海的军演 而且这个时间 可能在11月份的中旬 同样的宣文 我相信在CNN 会以大篇幅来报道同时 美国打算台海的一个军演 下个月呢 下个月当然就10月份 派出一个军演 派出了一个军队 向中国来秀肌肉 这个整体的情势呢 搭配现在这一场大选里头 非常诡诀 因为不只是中国福祉的候选人 现在是南北进行连线吗 连线的同时 这些人现在全部在支持度 通通都是领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美国不会忧心台湾的命运 恐怕会呈现在选后呈现的大翻转吗 继续让你听听看 苏珍昌跟侯友宜 在新北这一役当中 他们的最新说法 杨献宏我继续帮我做补充 各地区的分区总部 他聘认谁当会员会 或是谁当顾问 我们都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都原则上尊重 分区总部的看法 那你自己该认识吗 刚才讲是谁 错号括号 错号括号 竹联邦的汤主 竹联邦的汤主 我没有办过他 国民党利用黑道 已经不是第一次 侯友宜前一阵子就在台东 为黑道站台自己 跟他一起 还事先发采访通知 那我在选平通县长连任的时候 国民党也是用黑道政态局议长 打击我 最后还被判刑枪毙 国民党跟黑道勾结 这已经是庆祝难输了 来 我请教 那台湾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势来 我显然非常担心11月24号的选举 非常担心你这个选举还选得下去吗 这个是重点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或是说李总统告诉我说不要用贸易战 它这是一场战争 政大的一位李教授李友谭教授告诉我说 这个几乎可以用第四次世界大战来说 第三次是把苏联弄倒那一次 那这是第四次 那这一次美国的目标很清楚 中国其实一定是逼到走投无路 在走投无路的状况底下 中共会做什么 这是美国已经有沙盘推演出来的骨牌 这个骨牌就是他们认为 认为现在中共全力对付台湾 累积他们的筹码 这种对付除了在选举里头 安排了很多人进来 这些人我相信 美国当然是希望我们 要做到这件事情 清除中共拽牙 在岛内拽牙 这个但是看起来不容易 所以我继续讲 对付台湾与美国谈判创造筹码 你看前几天在南海 一艘船故意去要去插撞美国 想干嘛 想谈判 因为现在美国完全关掉 所有跟中共谈判的门 不要 昨天彭斯最主要讲得很清楚 你要跟我谈 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句 Reciprocal Free 就是大家互相是要在 自由的状况底下 互惠的状况底下 才能谈 你只要跟我谈生意 我不跟你谈 我要谈互惠 你中国整个门要真正打开 你要合乎从过去 他们承认自己过去20年前 的那个想法是错的 就是以为中国 富起来以后 会变成一个free China 会变成自由中国 说我们错了 我们认为他不但没有变free China 还拿我们 从我们这里赚的钱 砸我们的脚 这个不可忍受 那这个美国当然知道这样走下去 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呢 台湾变成美国在全球战略上 目前一个破口 所以林辉煌所讲的那个破口 他讲得很清楚 我认为林辉煌在国外读书 一定有得到相当的讯息 知道那个破口 中的破口是什么 台北市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 我想美国其实 最近你讲的那个状况 我用一个字 从美国观点看 叫做国之将亡 必有妖孽 这个国是中国 这个国家 如果再这样下去 要跟美国打 你看彭斯讲的多肯定 美国的国力 军事从来没有这么强胜过 直接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在台湾军演 他已经预测中国 会在这个时间上说 今天差不多 就是他们预测的日子的两个月 就差不多60天以内左右 美国已经在前一阵子 发表一篇报告 非常清楚讲 你如果想要动台湾的话 台湾会在60天前就知道 这个大家都看到新闻 这是第一次 这是这种说法的第一次 而且你想打台湾 就是你袭击台湾日 就是你中共亡党时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过去的所有的材料 都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这院事情 为什么这些舰队要开来台湾 这么庞大舰队 就是告诉你 我讲的不是假的 列书 所以我其实 曾经写一篇文章 SAD系统 台湾要布 因为我算出来 如果目前的情况 这样做的话 我们只插SAD系统 我们要跟韩国一样 韩国的SAD系统 可以守住华北 可是华中华南 必须在台湾部SAD系统 这是蔡英文总统 这是你的工作 这是你的任务 这是你的commitment 对台湾人的commitment 你要怎么样来表达 你跟美国之间 完全是美国队 现在美国已经在问这一句话了 兄弟 你站哪一边 兄弟 要收台了 就是要问这句 你如果台湾站对边 这个战争不会发生 我可以告诉你 中共很闹 很闹肿 不敢打 因为一招一怕一输 他是要看美国的 决心到哪里 日本的决心到哪里 你知道我们的潜见 现在终于议定了 我想是日本祭司到台湾来做潜见 做潜见 国舰国造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壳 一个帽子 当我们开始做潜见的时候 我们就有潜见了 日本的潜见很多 要开就来了 所以从空优一直到海航舰 到海底 到海船 都是美日跟台 大家共和 你共不过来 为什么 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讲 这个为什么对世界的经济影响那么大 台湾海峡每天空中飞的海上走的商船 还没有说载人的 只有载货的 每天加起来 每天加起来又 一千烧次货架次 是Cargo plane 在iPhone的 或是说零件的 电子零件的 一天 所谓一零零一 一千 一百个percent 一天到 运到 一千万 这种情况 或是说在海上 游轮 化学船 所有的东西 这些你知道 他们总共占全世界GDP多少吗 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可以给你这样乱搞吗 美国今天要在那个地方守的原因 是守住全世界所有GDP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 每天的经济 这个命脉 他守着这个 所以他当然会得到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支持 他来保护的 好了 我们退一万步说 他不是保护台湾 他至少要保护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自由通行 他为什么最近船走来找去 B52飞来飞去 F15飞来飞去 为什么 都在警告说 你基于这个地方 你基于台湾 非分之想 你省了吧 告诉中共 没这个分 这个地方是我的 如果你要再搞下去的话 那台湾当然跟美国之间关系 还会提升 我直接讲 李总统 我那天跟他谈的时候 他提出来说 终于台湾跟美国之间的 特殊国与国关系 开始了 特殊国关系 已经开始了 自己看着吧 但是这件事情 当然我知道 蔡总统已经看过李总统 台美关系 应该是非常清楚 一个紧密 这样的一个价值 同盟的同时 其实也要告诉我们的是 那台湾你的选择的路线 应该毫无悬念吧 可是如果呢 我们稍后一一为你抽丝剥茧 如果林非凡所讲的 柯文哲的当选 极有可能是台湾成为中共渗透的一个重要波口的同时 现在柯文哲极有可能会去当选 那现在我们的政府面对这个局势 我们因应的方式是什么呢 这个背后所传达的讯息的生成意义又是什么 不只是他 那尤其是 你看到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是 杨老师为我们解读这位人选 在过去四年当中 我们充分认识了他 这一回他担任侯友宜 在中和竞选顾问的他 55岁的刘震南 他这是2015我们特别调出的画面 2010年 他在新北市的中和 在帮这个当时新北市议会的议长 进行连胜文帮他站台时 马面的一个 拦阻了马面的一个开枪 但是也导致连胜文重担 这个竹联邦当时徒手去护卫的 画面当中就是竹联邦的 爱唐的创唐的唐卓 从他的黑历史被起底的过程当中 绰号 COKTAO的刘震南 21岁加入的帮派 短短9年时间 他变成新一代的唐主 不过人在江湖真的是是非多 1984年他卷入一清专案 遭到了管训 1993年更是因为持安毒 冲锋枪遭到了逮捕 后来刘震南转型为商人 从事建筑跟土地买卖 因为生意的关系 就是跟新北市议会的议长 陈宏远的爸爸往来 所以才有2010年的11月26号 参加陈宏远议员连任造势晚会当中 意外变成了连胜文的救命恩人 好 当时承办连胜文枪击案的警察说 马面林郑伟当天晚上持枪上台 朝连胜文太阳穴开了一枪 连中弹之后血流满面 刘弹并且射中台下的男子 黄运胜的头部致死 马面打算在补第二枪的时候 刘震南急急忙忙冲上台 以右手的虎口握住枪击 滑套再以虚指跟中指抵住的板击 防止马面在开枪 来 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背景 要带国人们回顾在2010刘震南角色 要是怎么看这个态势 看起来他的帮派色彩 这样的旗帜鲜明 所以呢 那侯友谊呢 侯友谊现在干嘛 黑白一家亲吗 那药老师怎么看 说刘震南是帮派人士 我相信他本人都不会否认 因为他从早期疫情专案管训回来 后来又坐了牢 他做过独联邦的堂主 这个在地方上大家都早有所闻 而他又是非常积极地参与 各种地方上的选举 从连胜文上次地方上的选举 一直到今天地方上的选举 侯友谊的选举 他都列明其中就可见一半 可是侯友谊明明知道 他是中和后援会竞选总部的副团长 他为什么第一时间否认 说这是分区总部的事情 我并不清楚 是因为连侯友谊自己都清楚明白 在他在做警察校长的时候 对着警察大学所有未来的警官 都强调一句话 说我们警官要接触和跟黑道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清楚知道警察办案 警官办案常常会接触黑道 一个不坚持原则就跟黑道横陷一切 所以那一个分寸的拿捏非常重要 可是侯友谊告诫当时那些学生 可他自己呢 却不断地跟黑道往来 完全不避讳 当被人指责的时候 他就用托词 比如说两个月前 他到台东 去参加台东市长的造势大会 台东市长也是一位黑道人士 他这一位台东市长张信 台东市长 他明明是他飞从台北 老远飞到台中为他站台 结果被人拍照 两个人来往密切以后 他居然跟媒体说 我是偶遇张国舟 就画面当中这个张国舟 OK 对 我是偶遇张国舟 OK 是完全不可思议地撇清 因为他清楚知道 这个社会观感很差 他非常清楚知道 他其实跟许多的社会这些人士 这种类型人士往来 不被社会所接受 他清楚知道 他现在这些黑道 他自己被称作警戒铁汉 可是却黑白不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像上一次他就说是偶遇 这一次他就说是地区的总部负责任 我不清楚 其实台湾的民族走到今天 我完全理解过去许许多多 绝对不指侯友谊 跟黑道有往来 白狼这次挺的是谁 不是柯文哲吗 这次我不知道了 当然他是公开是支持 他发过言的了 我知道许多的黑黑白白的人互相往来 黑道做知识 也可以处理很多地方上的事物 可是民主究竟要成熟进步 尤其不能够说谎 像侯友谊明明知道刘正南的背景 他故意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在新北市那么久 甚至于还做副市长 他刑警出身的背景 怎么可能对一清专案管训的刘正南 在地方上也算有头有脸 怎么可能不清楚 却偏那么轻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 一方面不遵守他自己教诲的内容 要跟黑道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方面被人抓到以后 却又用谎言来撇清 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显示出侯友谊的人格特质 这点选民应该张大眼睛 清楚明白的 看清楚 这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台北新北市的市长候选 来 同样要参选 我请教的是这个李教授 现在台湾的情势是叫做老大当家 好可怕 我好害怕 一个侯友谊找的是一个刘正南 竹联邦的一个堂主 然后柯文哲公开的跟这个八地八地 就是张安乐 白狼 统促党 也很多的声音里头看出 也支持侯友谊 也力挺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也毫不避讳 就是跟张安乐来站在一起 但是不好意思 扫黑的过程当中 扫到了几个小弟的统促党 只有三个 四个 五个而已 但是半岛电视台已经告诉我们了 同处党啦 爱国同心会啦 在很多的重大事件里头 有他的声音就是 只要知道你是中国公民 只要我们知道透过帮派来漂白 事实上台湾民众是不会发现的 爱国同心会张秀业在万华万华参选 他也跟我们说 我们来参加 不过我们不能拿中国的钱 所以中国的钱稍微洗在台上 来 这个台式当中 台式里头 真的是老大当家白狼挺柯 然后竹联邦的大佬挺侯友谊 连韩国议员蒙上黑道的阴影吗 帕尔坤怎么看 我个人教政治学 所以人家问我政治学跟法律有什么不同 其实政治跟法律真的是不同 因为法律讲证据 政治讲感受 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候选人 我自己也当过候选人 我在新北市我也知道 我们讲实在 我们像以前我在台北县选的时候 真的各乡镇的后援会 他们自己组 我们真的不清楚 他要找谁当什么顾问 我们也不清楚 反正照单全收 那当然我个人觉得 一个候选人他一定要一个敏感 那个敏感就是今天你的 你说侯友谊不认识刘正南 我说他说地方后援会排他为顾问 这个我过去个人的经验 地方的后援会 真的我也不知道他要排什么人 但是我知道之后你还会去吗 我如果知道这里面有人 我会告诉那位顾问 假定说这位顾问 曾经在法律上曾经一清专案 或者曾经说黑道背景 我们说法律上 当然他 我们说叫他在黑道 因为他犯案过 但是政治上我比较不喜欢这样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关也把他关了 所以换句话说他今天已经是 他已经有 他已经付了他的代价了 我们说这个状况他就是个公民 我们把他当成人民 但是但是在选举的时候感受非常重 所以意思是你也会找刘正南的当地的 我不会 我会认为我如果刘正南来找我要支持我 我会告诉他说 真的你不要排在我这里 我会认为说这个叫感受 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这位前黑道大哥 如果他真的支持侯友宜的话 他一定不会介意要这个头衔 是是 对不对 所以我说候选人他有一个义务 跟这个政治敏感度 但是当然我不知道 因为侯友宜他没有选举过 所以他可能没有这个敏感度 所以我是建议 类似这样的状况最好做一个过滤 但是当然我更建议 那我就让我想到了 2008、4月24号到26号 我相信百分之百正常的教授 你要去参加一个研习会 你不会知道这一次排开 子母画面就是昨天童文勋告诉我们的 好可怕 全部都是国际所通缉黑名单的一个对象 科文者去参加研讨会 你不知道这些全部都是活摘的教授 然后这些人 原来师徒同光是这么一回事 通通都是你教授叶克某的一个对象 所以现在炮空告诉我们说 当然了他希望可以搞清楚 但是侯友宜 你把竹联邦的一个大佬 单选的一个可能议员的后援会的一个顾问 你也可以完全不知道 你觉得人民可以去接受说 哎呀不小心 所以不知道吗 我们看看 这是韩国瑜在1993年5月7号 当时在立法院从场内 爆打到场外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场大选是怎么样 完全是老大当家吗 来看这个大现场 上午9点钟不到 部分声援立委苏焕志和陈水扁的群众 就聚集中山南路立法院门前 这些群众有的甚至远从台南县北上而来 而在不远的寄南路上 支持立委林明毅 韩国瑜的群众也陆续抵达 虽然警方一再防止发生冲突 不过9点50分左右 中山南路既南路交叉口 还是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 在一阵混乱当中 有知情的警官脸部遭到群众 以竹竿化伤 也有一名群众头部遭到攻击 流血不止 在警方调来大批警力 将双方人马隔开后 才暂时解除了紧张局面 来我请教授 从侯友宇一直到韩国瑜 不过上一封怎么看 国民党所推出这些候选人 美国真的意识到 包括中国跟黑道势力 关注你记得去思考 这几个人的背景 因为他们跟中国之间 事上都有密切的往来 不只是张安乐 不只是刘正南 包括了柯批自己跟中国 也有非常密切的往来 这样的态势当中 让美国也担心了吗 可能台湾的民主会因此沦陷吗 那一条哥怎么看 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 我刚才同意教授所说的 政治人物上面 你地方在安排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但是一旦被问及你知道以后 该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在政治感受上 跟有黑道背景 或是绑牌背景的人站在一起 其实人民的感受不会很好 也不会对选举去增加太多的正面 因为我们知道选举 它不是只有一个蓝绿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你要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你才会可能胜选 我觉得侯友宜在这件事情处理上面 是完全我认为在政治上 在选举上是完全不合格的 因为你可以说你事先不知道 但当媒体问到你告诉他背景的时候 我相信侯友宜应该知道这一号人物 如果说有在办案或是说 有在了解帮派里面 我敢说一句话 很少人不知道这一号人物 2010年政经政坛的连胜文枪击案 当时连胜文站在台上还来不及开口 马面就冲上台朝他开枪 突然一名神秘男子 冷不防成功夺走对方枪支 事后被起底 这个人就是前竹联邦爱唐堂主刘正南 身为八道元老之一的他 绰号扣桃 21岁就加入竹联邦 可能9年迅速在忠永和串起 成为爱唐四一代唐主 为人讲义气做事也很低调 本身在忠永和一代 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 甚至他1984年 卷入一清专案遭到管训 1993年更因为持安毒冲锋枪 遭到逮捕 甚至还转担任中和市政顾问 联谊室主任 过去刘正南人面广 分量够 王内大佬曾祈礼去世 宜林回来时 也是他陪在旁边担任服官 尽管现在刘正南隐退江湖 却没想到2015年还卷入土方利益 教授小弟狂殴囚禁被害人 如今又因为扯上侯友宜 黑历史再度被翻出来 我敢说一句话 很少人不知道这一号人物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 你自己应该去思考 在政治上与选举上 如何处置这个问题 当然你可能是地方上 可能是地方上他三个的一个联合竞选里面 他们综合自己去找出来的人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能视为说与我无关 因为你是跟他们联合竞选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在从事选举以来 其实他有很多的处置是不及格的 我认为他的处置是不及格的 当然谈到韩国瑜的事件 当然就是说 我所知道 因为当时我也在理法院 我所知道这个背后的发动 其实是跟一个韩国瑜蛮好的一个立委 是一个立委在声援发动 我想应该是 应该是 所以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人选举 他都要被检视 他一定都要被检视 过去的事都要被检视 当然你就说到一些帮派里面 可以去支持任何人 因为当你没有持多公权等等 你可以去支持任何人 但是适不适合这么火辣辣的介入 跟候选人应不应该去适度 应该说适度有办法 你就维持一定的距离 就把我们的政治跟选举 能够更庆幸一点 更亲密一点 当然刚才谈到美国 我相信美国也很清楚一件事 尤其是彭斯 副总统在哈登逊研究所里面的讲话 其实他有特别谈到的是说 中国大陆在利用了一些宣传机构 动员等等 在媒体上面 也就川普有讲过 你来那个置入性广告等等 就企图在影响他们2018跟2020年的选举 那刚好台湾也是2018跟2020选举 然后换言之就是说 美国也意识到 其实台湾的选举也被干预 他们的选举也要被干预 所以我觉得一个军事的动作 当然他是说11月要来军演 这个军演的动作 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在美国在2018年的 财政国防授权法 以及2019年的财政国防授权法 事实上都有提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邀请台湾参加军演 尤其是红旗军演 红旗军演是美国一个非常重大的军事演习 红旗军演 军事的军构 你可以看到最近一连串对我们的 包括飞弹的陀螺仪 包括战车 包括F-16的配备 还有潜水艇里面配备的飞弹 潜水艇用的也都是很先进的 几乎有些东西是跟美国现役同行的装备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对台湾这一方面的支持程度 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那当然了 就是说中美贸易大战 以及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其实美国跟台湾都受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威胁 就叫做民主 就是说民主 所以彭斯在特别谈到 就是说台湾拥抱民主 落实民主制度 是为华人开启了一条 更为理想的道路 可以让所有的中国人 接有一条比较理想的道路 所以一件事情就是 美国在维护他自己的民主 不被中共的手段侵犯的过程当中 他也要维护台湾的民主不被侵犯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是把美国内部 中共在美国内部 以及中共在台湾这一部分 是看得很清楚了 是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选在11月 刚好也是他们的年底国会的其中改选 刚好又是我们县市长的选举 而他的军演刚好又是摆在台湾海峡 这一部分当然他用的是一个自由航行权的理由 当然南海的领土纷争等等 其实美国从克林顿 前一任总统之前都一直强调的是南海自由通行权 欧巴马开始就是南海自由通行权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个国际上面在亚洲的部分里面南海的这个通行权不是你独霸 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很多的那个领土深所的问题 当然你也看到彭斯也讲了几段比较有趣的话 就是说他们对军事的投资 他们现在大幅在军事方面武器方面的投资 他也特别谈到大陆的军事投资几乎是等于亚洲的总和 所以已经让大陆意识到他们在军事的投资的金额已经过大 所以你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在军舰战机上面的大量投资 甚至于说他们的最先进的好像应该是福特号还是什么的那一个航空母舰 那个是完全是已经是那个磁射弹跳 那个速度要比上一次20分钟起 这样20台F18那个更快速 所以他们可以掌握更快速掌握制空权的一个 叫做那个航空母舰 我觉得大陆跟美国这一个对战上面 似乎就是说也是等于一个共产体制与民主体制的一个战争 当然也可以说是中美贸易底下一个制度的战争 当然这个制度的战争 美国是把台湾划在同一个阵营的民主阵营 所以当大陆越来越想要透过任何的手段 去影响我们的民主跟选举的时候 大陆看得很清楚 大陆的军演也是要阻却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要阻却大陆在2018 甚至于我们2020年大陆的来干涉我们内部 或是利用其他的首度来干涉我们的民主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4上3号在引述美国国防的官员的报道 美国的海军太平洋舰队已经是草拟了一项机密的提案 计划就是在11月份的某一周 在这个南海跟台湾海峡的一个中国领海附近呢 动员美国军舰包括像是船舰跟战斗机等等部队进行一连串的一个军事操演 当然执行这一项叫做全球性的一个武力展示行动 藉此要警告中国之外呢 也表明美国准备威胁跟反制中国的军事行动 虽然到目前为止包括了五角大厦跟太平洋舰队都不愿承认 或者是发展任何评论 但11月6号是美国的其中大选 11月24号则是台湾的九合一大选 美军如果真的在这个敏感性的时机来秀肌肉的话 背后当然不仅是要警告中国而已 事实上有高度的政治意涵了 听听看国防部长颜德发 包括了行政院赖清德今天的最新谈话 中国要辨吞台湾是事实 那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领袖 捍卫国际社会 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立国的精神 那台湾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我们也是享有民主自由 重视人权的价值 我们以后我们存在的立场 会捍卫我们本国自身的权益 全国人民团结努力为台湾来奋斗 这个是最重要的 并不必去担心支持我们的人 说我们反而成为他们的棋子 这样的论述应该是不存在 我想美方外媒的报道 美军要在全球做这个军力的展示 美方目前我们所掌握到了 他们本身也拒绝回应 不宜评论 我想就我们国防部的立场 这是美方他们自主的一个军事行动 那个决定 所以我们也不宜去替他们多做什么 我们也不宜评论 但是我要跟国人所报告的 对区域周边的情势 不管是台海南海 我们都有能力去掌握 所有的一些区域情势的一个变化 都能掌握都能应处 来维护我们国防国家的安全 所以我在想国人特别做说明 请大家放心谢谢 美国副总统同斯凤华府智库演说 将炮火对准中国 同批北京抢走台湾国际盟友 逼迫航空公司改名打压台湾 北京批准了Delta Airlines 公司大战 台湾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 谴责中国危险台海稳定 同一时间 美国智库发表最新年度准理报告 认为中国准理强大且具有侵略性 近年持续增强对台湾的武统能力 同次强调美国不是被下大的 台湾的情势里头真的极有可能非常关键 在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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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出手之前 川普先出重手吗 你记得我们曾经过的报道 不管是川普在日前推特当中是大骂习近平透过的中国政权怎么置入在美国当地的一个媒体公然刊登这一种广告把广告给新闻化 他正是痛批的是包括了中国在跟俄罗斯军购的过程当中 许多的中共的高层的资金怎么被查怎么被冻结 习近平出手之前美国再在出手力道之强 当然美国是不是意识到柯文哲的当选极有可能是台湾在被渗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破口呢 林非凡曾经投书到外交杂志里头提出他的忧心 所以接下来关键性的画面当中我们就来看了 因为在当时格特曼就在三天之前的国庆记者会 他所揭开的事实上柯文哲在活摘里头的三项角色 但是这三项角色里头明显看得出来柯文哲不愿意去回应 只针对Liar 骗子的部分以法律来寄出 杨庸医医师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平行线 法律战政治语言根本跟现在格特曼所指控的人权的医学伦理是两回事 当这个医师涉及到医学伦理时不需要认可的证件 公权力应该要全面彻查 更攸关的是台湾是否可能介入中国活摘的事实 但是总统府包括了行政院都发表重要的谈话 我们一一为您解析 同时惊悚的画面为您独家还原 柯文哲涉入中国政权的活摘里头 到底他的角色是什么 而是在2014柯文哲当选之后 为什么又会见了这一位中国卫生部的副副长黄杰夫呢 关键性的影片马上帮您